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向东 我现在已经把车彻底清洗了一下 昨天的时候 Uber给我发email 他说我可以开了 你可以make money了 可以赚钱了 所以他是通过了审核 就是去奥克兰 然后他检查车辆 然后检查你的保险 检查你的驾照 检查了很多东西 然后他是 还有他看你查一下你的信用记录 没有问题 所以他就是驾照 你的社会保险号 然后你到里面一步一步按他的提示来 然后完成了 完成了他 然后审核审核 大概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审核一下 昨天晚上他说九点钟 他说准备好了 你可以去赚钱了 可以去做Uber了 现在今天早上把车又从里到外 又完全打扫了一遍 清洗的干干净净的 然后就可以去做Uber了 可以做Uber了 可以去赚这个铜板了 漂亮的铜板 然后看了一下Uber的评分 就是说如果是他评最高分是五分嘛 如果给你评的四分和四分以下就要说明情况 所以就害怕担心Uber会给评分评的不高 因为英文的水平还需要提升嘛 英文水平提升的话就牵涉到评分的问题 所以是一边在学校 在我们成人学校学英文 去Alone Alone看能学一些电脑的简单的操作 Word Excel 简单的操作 昨天也发了一本书 就是一边学习 一边工作 一边生活 而且昨天也看了Uber Uber这个虽然说赚钱 可能稍微还不错吧 但是也有那种交通风险的那种存在 交通上风险 因为我去奥克兰进行审车的时候 去奥克兰的地方 去Uber那个公司见面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朋友 遇到了朋友 他的车就是撞坏了 在交通一次交通事故中撞坏了 又换了一辆车 然后又去续了手续 所以是 应该说Uber还是有一个风险的 因为你开着车 这个车速在高速上还是比较快 所以要注意安全 安全是第一位的 赚钱是往后的 而且人的生活是第一位的 会努力 因为在旧金湾湾区这边 住的吃的各方面都是比较贵一些 比在德州 比在其他的中部的州要贵一些 而且油价也比较高 油价就四块钱了 Costco最便宜现在是涨到三块九了 涨快三三块九 所以这油价也比较高 然后住房也比其他的州要高 然后买的东西要高 所以是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所以是想 就是想过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 想自己追求自己的梦想 追求梦想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就去坐 马上就去干就可以了 这是安全带 所以是上车要注意安全带 把安全带系上 而且开Uber的话 我会接下来就介绍一些在美国开Uber 而且方便到旅游区去 如果到风景比较优美的话 也可以介绍一下当地的风光 以你的风光给大家介绍一下 让大家给大家分享出来 我在美国开Uber的情况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 就可以给我在我的屏幕下方留言 留言 然后我开Uber怎么申请 然后怎么去开 怎么去接待的客户 怎么去收入 收入怎么样 然后遇到了什么样的顾客 遇到了什么样的故事 我愿意就是一一给大家分享吧 分享 这就是我的环游世界的生活 我是张晓东 我现在在旧金山万区 准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也就是自己追求的生活 追求的生活 现在学英文非常非常难 因为过了那个问候那种词 然后要稍微往上上一点 上山的路总是难一些 然后在学计算机 又是课长的 又听不明白 听不懂 所以也是一个问题吧 所以就是有困难 一一去克服吧 克服的话就会好一点 就会更漂亮一点 好 这是这是我的胶带 我的胶带 把这个Uber 这个在在这个湾区的三个机场停车证 已经把它贴好了 停车证贴好了 然后我们就是就可以开着去飞机场了 如果客户说去旧金山机场 奥克兰 圣河赛的机场就可以了 如果你就生活在湾区的话 可以给我打 可以加我的微信 可以我的下方 下方 就是这个视频下方会有留下我的微信 可以加我的微信 如果你需要用车的话 也可以给我联系 去个机场啊 去哪里都很方便 叫的话就提前预约 就可以能保证 保证你的旅途顺利 如果有朋友到旧金山的话 欢迎您到时候和我联系 我可以带大家到处去转一转 好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各位朋友对我张安东的支持 您的订阅是对我的最大的支持 然后点赞评论和分享 我会就是在学习生活中 学习中 在工作中 在生活中 中间的闲下 会去拍一些视频 去也会做一些新的尝试 去评论一些视频 然后就是 我的关注 我的关注数 订阅数会一点点增加 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自己也会利用业余时间 去把进一步的做提升 好的 我下来就带大家看一看 Uber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要从这里抽出来 这是我们干净的车 然后我们看一下 好 这边是我们贴的 在后面贴的 这是外贴的 外面外面贴的Uber 就今天开始了 今天是10月17日开始了 这是刚刚洗的车 然后这边就是 这个Uber 这个 这上面贴了一个Uber 这下面贴一个这个标志 这是车牌号 这是在三万西斯国机场 然后这个证明 到10月11号 2020年10月11号 到时候再更换吧 需要再更换 所以要经常保持车辆的清洁 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吧 这是我的Uber Uber生活要开始了 所以也要吃好饭吧 吃好饭 能够工作好 能够生活好 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这就是我们的旧金山湾区 看看多漂亮 景色迷人 景色多么迷人 好 就这 我们就要开始新生活了 开始Uber的新生活了 再见 拜拜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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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